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近在咫尺的东西 也有几微秒年时 至于夜色中那一片璀璨的星星 即使都是几万年前的状态 几万年对人类来说已经物识人非 沧海桑田了 海誓射楼是一种常见的大气现象 现阶段认为 海誓射楼是光线的一种折射现象 海誓射楼中部分建筑能够找到原形 但是有很多建筑仍然摸不着头脑 仿佛不属于地球上的建筑一样 人类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次海誓射楼 应该是美国的鬼学海誓射楼 但是多年过去了 人们依旧无法找到这次海誓射楼中的建筑原形 有时候海誓射楼不只是简单的折射出当今世界的某个建筑 1954年 爱心海的一个岛屿曾经有2400名游客 同时看见了古时候的海盗影像 现在的海誓射楼建筑我们还能理解 可是这些古时候的人物又是怎么回事呢 像这一种找不到原形的海誓射楼比比皆是 对此科学家提出了两个设想 第一个是因为地球频繁的引力和磁场变化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开启时空之门 有时候大气和磁场可以变成载体 记录下过去时光中的一段影像 第二个假设就是海誓射楼的本质 是大气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影像 折射到现实世界中来 不知道大家相信平行世界的存在吗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